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生中之内 这里领导五倍券 这个是政府的得证 邮局领取预约值本五倍券今天登场 约50万名民众登记领券 民众需依照所预约的邮局 以及时段出具健保卡领取 由于采预约分流制 所以今天大多数邮局 没有出现大量排队人潮 现场观察 有民众最快只需20秒 就能顺利领导五倍券 我6点10分从基隆网络过来的 那刚领的顺利吗 顺利顺利啊 大概多久时间就好了 不用大概三分钟吧 没有三分钟就你不要了 而受到台风影响 花莲 金马 桃园复兴区停班 依照原本城市的设计 预计约有1.2万人得重新预约 对此中华邮政也承诺 会持情况谈心处理 那如果真的有急用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到究竟区旁 邮局的邮件邮局 或者当地邮局的写注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会同心来处理 另外中华邮政也提醒 预约领取五倍券的民众 必须携带健保卡证明身份 如果没有健保卡 则携带国民身份证 或是外交部认定证件 或居留证等身份证明文件即可 第一组庆幸运的报答 交通部观光局配合振兴五倍券规划的国旅券 今天抽出首批60万名幸运儿 中奖者为身份证号墨两码21 32 98 67 97 以及墨三码为410的国人 抽奖当日下午5点将会有简讯通知获奖人 收到简讯通知后三天 就可以到国旅券利用平台 领取1000元的QR Code 使用期限自11月1日起 至明年4月30日值 我们国旅券的抽签 跟其他券一样 大概每隔一周都会抽一次 我们在下一次是10月29号 然后接着就是10月26号 最后一次是11月2号都在抽 这还有三次的机会 抽到240万吨抽完为止 观光局长张熙聪并表示 目前已有超过4000家业者 可以使用国旅券 未来也将有更多优惠 陆续稳动式增加 这一次的国旅券跟五倍券 那么业界非常的重视 那特别是我们现在国境 还没有还在严峻的时候 没办法出国 那外国人也没办法来台观光 所以国旅的市场 几乎很多业界都有充分的准备 过去不是在做国旅市场的 都转型进来 像台湾观八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型 不只是千元的国旅券 交通部观光局为了提振观光 配合国旅券更加码了台湾观八 全台19家主题乐园业会活动 在台湾疫情组建趋缓下 预计将可带动新一波国民旅游热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展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